原标题 而是他为了所谓的篡位所付出的半个世纪的等待 那么司马懿为什么要一直等到七十岁 才冒险发动这场篡位行动 等待之初 为求生存司马懿年少时虽有文明 但正值三国乱世 朝堂不平 司马懿也为主动追求仕途 即使曹操邀请也是婉拒 更不用说什么治国平天下 不过是靠着父辈的威名 家族的产业 在家中过太平日子 可在人才紧缺 曹操又求玄洛可的当口 司马懿也是逃不掉的 如果说在他二十出头时 曹操的地位不足以撼动他的出山 那么在数年后的公元208年 曹操正式成为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宰相时 此时曹操便再也无法接受司马懿封闭的借口了 刚刚三十岁的人说 自己痛风无法做官 谁会信呢 于是二话不说 就将司马懿强行征召为文学院 只不过文学院不是什么要紧的官职 曹操并未将司马懿太当回事 而此时司马懿为官更多的解释出于自身生存 保全家族而考虑 而非是篡位之野性 但他也未曾想过 就这样一妥协 自己就要为那至高无上之位 付出半个世纪的辛劳与等待 展开全文等待之中 也心虚等待到底是何时 司马懿有了摆脱他人挟制 谋朝篡位的念头 自然是不可考虑 也许是曹操开始忌惮司马懿 有心除他之时 也许是曹匹正式登基后 半君如半虎的某一时刻 亦或是三代为臣 却仍不敢于此之时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 不管司马懿是何时 用这样大逆不道的念头 他都必须为最后的大戏而等待 那么他到底是在等待什么呢 这个问题也行在曹家身上 也能找到答案 打天下一手天下难 对于曹操这样的萧雄同样如此 若想在乱世朝堂中站稳脚跟 就必须博得参政大多数的支持 而在当时这个参政大多数就是尹川氏族 尹川氏族最具代表的是 寻、臣、忠、韩四大家族 家族间以联姻巩固利益 家族成员虽不是能忍辈出 但在朝为官的绝不在少数 门声固利更是遍及天下 可以说就是有着这样人数众多 势力庞大的家族作为权力的后盾 曹操才能完成 邪谦子以令诸侯的壮举 曹丕才能以最平和的方式废地自立 曹锐才能安稳治国 在曹氏三代皆稳稳掌握政权不放 尹川氏族又不遗余力的支持他们的情况下 司马懿虽不是无计可施 但绝对不会有太大的发挥空间 大到足以让他撼动整个朝堂的根基 因此司马懿需要等 也必须等 等到尹川氏族不再是朝堂的中间力量 亦或是尹川氏族自愿支持司马懿 而在尹川氏族力量正值巅峰的当时 后者明 显更易实现 等待的结局 年禁古西中掌权公元239年 曹锐英年早逝 年仅八岁的曹芳登基为帝 曹锐在遗诏中指名司马懿 乃与大将军曹爽辅左右帝 此时已经经历了多场战争 逐步掌握军权 三代为臣的司马懿之道 他等待了近半个世纪的机会来了 但即便如此 为了确定尹川氏族能否支持自己 他依旧选择再等一回 这一等就又是十年 到了公元249年 趁着少帝曹芳与大将军曹爽 共同离开洛阳 前往高平陵祭拜时 司马懿终于发动政变 火速掌握控制京都 在洛水浮桥上 亲自向少帝细数曹爽的罪状 随后 曹爽也主动归降认罪 史称高平陵之变 自此 司马懿正式成为所谓的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而高平陵事变之后 已经取得尹川氏族支持 又已掌握军权的司马懿 便着手实现自己多年来的野心 篡位 先是清除政敌 即朝堂上渔己 政见不同的同僚 以及曹氏宗族中会阻挡自己掌权的少帝亲属 再就是架空皇室的权力 使得少帝每次遇到重大事项 都要先与司马懿进行商议 征得司马懿的同意 如此专权无人阻挡 司马懿这场未改朝换代 却以实际动摇曹魏朝堂根基的篡位 可谓是成功之极 也似乎证明了 司马懿这长达半个世纪的等待是正确的 也变相地向我们证明 能熬到最后的 才是最终的胜利者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